新城乡幼儿园的毕业典礼 则是在原住民文物馆举行 相当合理台特别到场 祝福小朋友们即将迈入小学的新阶段 他也很感谢市长用心推动读经教育 让善的种子可以在孩子内心萌芽 而读经教育除了可以改变孩子 也进一步可以改变家庭及父母 让社会国家更和谐 典礼当中孩子们在市长的灵灵之下 缓缓走入会场 获得热烈祝福掌声 孩子们唱着弟子龟 贵羊土 笑道歌曲 并融入手语舞蹈 孝亲奉茶 相当的感动 也纷纷拿出手机 为孩子们留下男的画面 今天向上的合理台特别老师 国家要强盛 要从教育开始做起 除了向下扎根 也要加强人才培育 向上拔尖 勤勉家政们多陪伴学童 让孩子们开启感官探索的世界 并且跟着孩子们一起成长 我在这边要代表新的相公所 来向我们的家长 来表示恭乐 也恭喜我们的毕业生 今天毕业 一起今天111 特别的一个日子 表示今天的毕业生 一样都是第一名 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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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各位在三年多前 把我们的宝贝 把我们国家的希望 送到我们幼儿园来 各位家长可以看到到今天 没有经过彩排 因为一起的关系 各位 我们的宝贝表现得都非常非常的严厉 而且呢 跟三年前的今天 跟三年后今天的毕业 给你们的小孩子 一切长大了很多了 好 谢谢园长 谢谢老师 对我们的国家的希望 我们家的宝贝都造成的非常好 我想在未来 毕业生的任何的人生人群 无学的这个阶段 不管是在国小 国中 高中 大学 甚至研究所 甚至到社会服务 会学习 我们所有的小朋友 要怎么样 人生 要有目标 要有希望 好 很多 在我们吴远长 在三四四 也四十多年了 在新城乡 当担任的额远 这个延长七十五亿娘 学生 智床万人以上 那是自由的了解 只要新城乡 又有一个毕业的小朋友 在国家 社会 都是非常有用的一个人 所以我希望 会提起我们的毕业生 毕业之后 在人生的休息的这个阶段 要有用心 要有努力 要有目标 读书 是为自己而读 不是为任何的而读 有良好的一个知识 未来做个有用的人 未来的主要工作 靠你们这个国家 就希望你们来服务 幼儿园的学童们 今天也来到 许多可爱俏皮的才艺演出 包括唱欢送歌 幸福的脸 毕业歌等等 相当的吸睛 现在下场合理台 显眼出光明 现在下面代表会主席 陈修理等多位下面代表等人 都前往现场为孩子们 送上祝福 记得聪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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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